又到年末 在经历过几次青霜冻之后 晚重的万寿菊仍然盛开得如此灿烂 给亲戚的菜园平添了一份热烈 旁边的汉金莲是天冷后自己长出来的 比夏天时还要健康 可菜床里看上去就单薄多了 这是红菜苔 才半尺高 旁边的菜花窝笋也还很小 这是因为休假耽误了秋波 10月中下旬才开始育苗 而且入冬后我家后院几乎没有了阳光直射 所以冬季蔬菜的生长更加缓慢 大概到了2月左右才会发力追赶 现在它们能活着就好 这里的豌豆也难得有阳光照耀 中间长得高的是育苗后一栽的 两边是烧完几天直播的 可以看出长势还差蛮多的 而生长状态最好的是蚕豆 我种在了好几个地方 盼望它们能对改善土壤有帮助 这里种的稍早 阳光也好一些的已经开花了 菜床边种下的蒜已经发芽 这些洋葱是早些时候种下的 这两种可以完全靠天吃菜 因为我这里到了雨季 隔几天就下雨 这是鱼衣甘蓝 还很弱小 秋冬菜现在是完全不指望收获 下菜虽然所剩无几了 但留着的辣椒还有果 现在还挺立着的 都是有希望过冬的 看看最终能存活几颗吧 但像二斤条这样搭拉着的 还是早早扒了 砍瓜枝叶都枯了 最后一根长得七扭八百的 这笔小的也没能长起来 丝瓜也不行了 梅豆残留几颗都该拉扬了 八月时十夜新种的番茄 虽然结果了 因为没有了阳光 状态并不好 如果种两茬 还是得更早育苗 或者种在阳光比较好的地方 佛手瓜也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了 差不多这些就是最后的收获 是时候让它养精蓄锐 明年再战 这种长形的人参果 我感觉并没有原型的好吃 味道更淡一些 家里人不太喜欢 都懒得摘 人参果就可算作水果了 而家里真正的水果 在进入12月后 还是持续发力 半个月前 刚刚采收完大丰收的柿子 种这样的水果最省力 成年后几乎完全不用管 今年的苹果 在做好防虫的工作后 也迎来了空前大丰收 我这个品种未知 是前房主留下的 只记得他说 是对糖尿病人最友好的水果 以前吃确实感觉不太甜 今年结果太多 就慢慢摘 没想到双打过后 越发又脆又甜 特别好吃 赶在节前都收了好过节 粗略估计 我们在这一棵树上 就收了超过300棵的苹果 无花果今年表现也非常不错 后来居然接了第三批果子 可惜大豆不能长大 不过这颗应该还能吃 这颗再等等看 落叶后就可以剪汁了 希望很快能跟大家分享 怎样给无花果剪汁 后面的番石榴的果实 开始成熟了 目测今年结果量比去年少 估计今年早些时候给剪很了 蓝莓的老叶子发红变黄 开始落叶 它们即将要进入走向成熟的第三年 跟我一起种的朋友们 不知你们的蓝莓长多大了 看我这些新花芽已经冒出来了 希望明年有更好的收获 柑橘类的掌势也非常喜人 柠檬完全不用管理 我们自己很少吃 大豆送人了 这颗Valessia橙子树虽小 果实却很大 味道特别棒 而满树的橘子 已成为后院的一道靓丽风景 生机勃勃的 但现在吃还有点酸 再过一两个月 味道能更好一些 在万物凋零的季节 庭月还能有这么多的奉献 真是让人满怀感恩感谢 同时感谢的还有跟我一起种的你们 从疫情开始后院变采原 到如今终于看到了 可以跟阔别三年的国内亲友相聚的曙光 一路走来相信你也一样收获满满 2022即将过去了 希望2023新年新气象 大家健康快乐 庭月花果飘香 人人梦想成真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明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